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 跟你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 你的手机真的在监视你吗 标题听起来耸人听闻 但请千万警惕 因为手机里有个开关 如果没关掉 真的可能意味着 你24小时处在被监视的状态 所有隐私都在不知不觉中泄露出去 或许你也发现 最近广告特别懂 你甚至刚和朋友谈到什么 手机马上就推送相关的内容 诈骗电话更是接二连三的早上门 据说有九成人不知道其中缘由 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揭开这个 隐藏在我们掌心的秘密 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以及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的隐私 想象一个场景 你和朋友聊起 最近想买一双跑鞋 聊天结束后 你拿起手机打开购物网站 结果发现 首页上居然正好推荐了 你刚才提到的那款跑鞋 午饭时随口谈到 想去日本旅游 晚些时候刷社交媒体时 出现的资讯里 全是日本景点介绍和机票优惠 又或者 你才在电话中和家人提到 最近腰酸背痛 没过多久 新闻APP就弹出 推销跌打损伤高药的广告 好像手机连你的健康状况 都窥探到了 这种经历 让人不禁调侃说 手机简直是我肚子里的回虫 这种手机读心术般的体验 你有没有感觉似曾相识 许多人第一次遇到时 都毛骨悚然的怀疑 自己的手机是在偷听他们的谈话 这种现象其实非常普遍 网路上充满了类似的分享 例如有人在私人对话中提到某个冷门的小城市名称 结果很快收到该地相关产品的广告推送 也有人抱怨刚跟同事讨论养宠物 转眼手机就给他推送宠物用品的优惠券 难道真有看不见的窃听者藏在我们手机里吗 大数据时代的精准推送 让人又爱又怕 既佩服他怎么这么懂我 又担心自己的隐私是否已经荡然无存 其实要理解这种全资广告背后的秘密 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 广告是如何演变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还记得约摸20年前吗 那时大家用的还是只能打电话 传简讯的功能型手机 手机只是一个通信工具 既不上网也谈不上什么监视 我们接触的广告主要来自电视 广播和纸媒 顶多偶尔收到简讯推销 但那些广告大多杂乱且毫无针对性 那个年代的广告商就像天女闪花 尽可能把讯息撒向所有人 希望碰巧抓住潜在客户 精准遏制根本无从谈起 然后智慧型手机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了 短短十余年间 人手一击随时上网 App经济蓬勃发展 每个人每天在网路上产生的数据量 呈指数级上升 广告行业也抓住了这空前的机遇 完成了一次大转型 从过去广撒网的人找商品模式 变成如今仰赖大数据的商品找人模式 也就是说 以前我们要自己去寻找想要的资讯 而现在资讯会透过演算法自动找到我们 但这份便利的背后 付出的代价就是个人隐私的大幅让渡 我们的一举一动正被无数系统记录 分析 进而成为商家牟利的金矿 科技的进步令人惊叹 但隐私被渗透的程度也令人忧心 不幸的是 不少人直到遇上了为何聊什么 就推什么的怪事时 才开始意识到这张隐形之网的存在 如果手机APP真的要24小时 全天候监听你的讲话 需要具备几个条件 你得先同意让它开启麦克风权限 而且让它一直在后台运作 长时间录音上传将产生海量的数据 有专家算过 如果对每个用户每天录音8小时 光上传声音就可能每天消耗数十MB流量 一个月下来就是几GB 对企业来说 带宽成本极为惊人 而且把这么多语音转成文字 再进行分析 需要强大的AI和服务器资源 服务几亿用户 可能一年要耗费天文数字的计算成本 更别说这其中还有巨大的法律风险 而未经允许的透露行为 本身属于侵犯隐私 一旦曝光 公司名誉和资产都将严重受损 所以从技术和经济角度来看 大规模监听每个人谈话 其实得不偿失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某些不销APP 挺而走险 偷偷调用你的麦克风或摄影机 曾经就有知名的输入法应用 被爆出过度收集用户语音的丑闻 还有安全研究发现 某些APP不需麦克风授权 也能窃听它们利用手机内建的感测器 捕捉声音震动 变相取得附近谈话内容 虽然这种侧门窃听技术难度极高 十分罕见 但它提醒我们 在数位世界里 创意和风险往往并存 好 在现在主流的手机作业系统越来越重视这些问题 你可能注意到 手机只要有APP在使用麦克风或相机 荧幕上方就会亮起一个小图示提醒你 如果你的手机平时并没有频繁出现这种录音指示灯 但却仍然能猜到你的想法 那么多半不是因为真有人在监听你的声音 而是因为另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 那就是大数据 没错 我们所处的时代 有一句话广为流传 点出了其中奥妙 那就是 如果你没有付费 那么你自己就是商品 这说的正是免费APP和网路服务背后的生意金 也就是靠收集分析你的个人资讯来赚钱 在我们日常使用手机的每分每秒 其实都在源源不绝的产生数据 你搜索过哪些关键字 看过哪些影片 点了哪些站 逛了哪些店 买了什么东西 去了哪家餐厅 每天走了多少步路 这一串串行为资讯汇集起来 就绘制出一副详细的你的肖像 广告商和科技公司 正是透过这幅肖像 才能精准的猜到你的需求 继而投放对应的广告内容 所以表面看来 像是手机在偷听你说话 其实是它早已洞悉了你的喜好和计划 这种预测能力虽然不是魔法 却有时神乎其寂 让人不禁怀疑自己的隐私 是不是已经被看光了 那么你可能会问 我的哪些隐私被收集了呢 老实说 在默许之下 我们手机里的这个隐形开关 几乎打开了我们生活的所有面向 首先关闭用户体验 改进计划等数据收集开关 很多手机系统或APP都有一个选项 名称类似于用户体验计划 或匿名数据收集 听起来它只在改善产品品质 但同时也收集了不少你的使用习惯资讯 你可以打开手机的设定 在搜寻栏输入这类关键字 找到后果断关闭 顺便一提 像这种改善体验类的计划 有时还会允许你删除 已经上传的资料记录 建议一起清理掉 尽量减少手机对你的了解 关掉这个功能后 至少可以确保手机厂商或APP 不会持续将你的使用细节 悄悄回传服务器 第二 关闭个人化广告和广告追踪 几乎所有智慧型手机 都内建广告识别码 专门让第三方应用用来追踪你 以便推送个性化广告 在设定中 你通常可以找到 关于广告或隐私的选项 例如 苹果手机在隐私与安全性里 有允许APP请求追踪的开关 Android手机则可能在Google账户 或隐私设定中提供停用个人化广告 或退出广告定制的选项 把这些开关统统关掉吧 同时有的系统还提供 重置广告ID的功能点 一下它会随机生成一个新的匿名识别码 来取代旧的 等于把过去累积关于你的广告档案 清空重来 当你关闭个性化广告后 广告商就无法再那么轻易的 对你进行精准定位投放 当然你还是会看到广告 只是那些广告 未必在像之前那样对你的胃口 简单说 这等于把广告商对你的千里眼 蒙上了一层沙 他们得重新猜测你的喜好了 对我们用户而言 这点小不便换来更多的安心 非常值得 值得一提的是 2021年 苹果公司在iOS系统中 推出了APP追踪透明度功能 让所有APP在跟踪用户 跨应用行为前必须征求同意 一开始 大部分用户都选择拒绝被追踪 结果直接导致某些 依赖广告营收的科技巨头业务受挫 据传损失了上百亿美元的收入 股价一度大跌 这件事从侧面证明了 我们刚刚关闭的这个个性化广告开关 有多么举足轻重 毕竟 关掉它就等于切断了广告商的精准追踪利器 难怪它们会如此紧张 也因此 如今 越来越多科技公司 开始以重视隐私作为卖点 提供更多隐私选项 对我们使用者而言 这当然是好事一件 第三 定期清理和管控APP权限 我们的手机里少则装了几十款 多则上百款APP 其中有不少会要求各种各样的权限 不管需不需要 都想读取你的电话 简讯 相簿 麦克风 定位等等 面对这些要求 可千万要长个心眼 打开手机的隐私权限管理 你会看到每个APP 被允许使用哪些功能 尤其对那些不常用的APP 或来源不明的小众APP 更要格外留意 如果一个手电筒程式 要求存取你的麦克风 那十之八九是没安好心 立即取消授权 甚至直接删除它 如果某个老年人爱用的广场5APP 索取通讯录权限 不妨替家中长辈把这权限关掉 电话簿资料一旦被上传 极可能被转卖出去 导致诈骗电话找上门 总之 定期检视你的APP列表 把那些过度索权的应用 彻底关进小黑屋 只给他们运行最基本的必要权限 如此一来 即便真有木马城市想暗中监视 你也能将风险降到最低 第四 其他隐私保护设定别忽略 除了以上几个主要关卡 一些细节也能帮助我们 筑起安全围墙 比如说 定期删除浏览器的Cookie和历史记录 防止网站之间互相跟踪你的足迹 许多网站都会在你浏览时 植入Cookie或像素追踪码 下次你在访问相关站点时 他们就能识别出是你 进而分享你的访问记录给广告商 所以经常清除Cookie或使用具备防追踪功能的浏览器 有助于断开这种跨网站的监视网络 浏览重要网页时可以启用无痕模式 避免留下记录 在不需要精准定位时 关闭GPS或改为紧App 使用期间授权 减少定位资讯长期暴露 在社群平台上 谨慎对待第三方授权登录和资讯分享 避免让不同平台的数据串联起来 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养成一个习惯 每隔一段时间检查一次手机的隐私设定 看看是否有遗漏的开关没关上 这就像定期确认门窗是否锁好一样 谁也不想睡觉时加门大开吧 按照以上步骤把该关的开关都关上之后 你可能会发现 世界顿时清静了许多 过去总让你摸不着头绪的贴身广告 明显变少了 打开应用时 看到的推荐内容开始有点不太懂你了 别担心那其实是一种自由的感觉 说明你的每一步行为不再被全面监视分析 自然也就没那么多奇怪的针对性推送了 另外骚扰电话和垃圾简讯 也许不会完全绝技 毕竟有些资讯在 你过去可能已经外泄出去 只能期待法律和技术手段来打击那些不法分子 但起码新装的APP 不太可能再轻易获取你的号码和资料 你给予骗子的可乘之机 已经大大减少了 可能有人会问 关掉这些个性化服务后 我会不会错过什么好处 诚然 有些人觉得个性化推荐 让生活更便利了 毕竟看什么都合自己的口味 不用费力去找 但我们换个角度想 世界那么大 如果演算法永远只让你看同一类东西 长期下来反而局限的视野 而且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 过度的精准推送 还可能让你陷入资讯孤岛 或者成为被宰的肥羊 其实稍微恢复一点随机性 未尝不是件好事 也许你会看到完全没接触过的新资讯 广告变得五花八门 反而开拓眼界 同时也不再因为广告太懂你而感到压力 至于真的重要的资讯 我们相信该找到你的终究会找到 不用担心 关了推荐就与世界脱节 最重要的是心理上的踏实 试想 此前每当谈话后看到相关广告时 那种背后发凉的感觉 如今终于可以减轻了 你会更有掌控感 觉得自己的手机 重新回到了自己人的阵营 而不再像个安插在身边的间谍 一旦养成了隐私防护的意识 你日后在使用任何新的APP或服务时 都会多一份谨慎 注册时看看它要求的权限和收集的资讯 不必要的就拒绝 平时多关注相关新闻 了解哪些产品有泄漏隐私的不良记录 避开那些坑 这种数位素养 将让我们在大数据时代更从容的生活 而不是被数据洪流牵着鼻子走 我们需要认识到 在这个资讯社会里 想完全不留下任何数位痕迹 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并不是要退回原始时代 拒绝科技 而是要在便利与隐私之间找到平衡 大数据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福利 但也要求我们付出相应的警惕 所幸你现在已经掌握了几个关键方法 来让自己的手机不再成为监视你的眼线 毕竟未来我们身边只会出现更多的智慧装置 例如智能音箱 可穿戴设备 车载系统 智慧家电等 这些新科技都可能变成新的数据收集者 我们现在养成对隐私的重视 将来在面对更复杂多元的科技环境时 也能更加游刃有余的保护自己 现在就从检查你的手机设定开始吧 看看那些隐私相关的开关 有没有还亮着的 如果有 或许此刻就动动手指把它关掉 让我们不再做数据时代的透明人 用一点点行动 为自己的隐私安全筑起一道防线 当下次你在谈论某件事 某个产品时 如果手机没有再神奇的送上相关广告 你大可以露出一个会心的微笑 因为这表示你已经成功的甩开了那双24小时 紧盯着你的眼睛 安心的享受生活吧 科技应该是贴心的助手 而不是窥探你生活的监视者 现实中也屡屡传出此类大数据杀熟的案例 例如旅行订票网站 对不同用户显示不同票价 老用户和使用昂贵手机的顾客 常看到更高价格 而新用户或使用平价手机者 反而享有优惠 这意味着透过数据分析 商家已经分辨出谁更愿意掏钱 并对不同人制定不同的价格策略 千万别忘了提高警惕 守护好属于自己的数位隐私 这一点一滴的努力绝对值得